公主小心 保護公主 狹義見客諸葛四郎 要從笑鐵面手上 拿到公主面具的鑰匙 還得確保珍貴的寶劍 不能被奪走 這是賀歲黨電影 諸葛四郎 英雄在英雄 很多人都感到新鮮 但對老一輩的人來說 諸葛四郎是陪著他們童年 一起長大的角色 諸葛四郎 你一定要平安的回來 1958年起 漫畫家葉洪甲連載的漫畫 諸葛四郎 是臺灣本土漫畫萌芽的先驅 作者葉洪甲的兒子葉佳龍 為了懷念過世的爸爸 把諸葛四郎從漫畫變動畫 並找來皇子交替笑鐵面配音 吳山吳也為了月兒公主 獻出配音處女秀 那種天真感 所以就是在錄的時候 在配音的時候 我常常在講的都會是 例如說 怎麼會這樣 都會往上 因為可能很多人看過漫畫 可是對於聲音可以有全新的想像 因此就可以去塑造它的 比如說要不要有一點 唐狗語啦 只是對黃子交跟吳山汝來說 諸葛四郎的年代 確實距離他們都有點遠 但兩人看動畫 卻沒有覺得太多世代差異 因為一個什麼小小的事情 然後所有人團結起來 那你說可能鬼滅也有這個邏輯 或者說其他皮克斯的卡通 或是電影也都有這樣的邏輯 但是它的東西會落在 已經常見了 然後要加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諸葛四郎 他就是很單純 在講一個很可愛 然後已經存在這麼久的一個故事 台灣漫畫的純粹 在諸葛四郎身上表露無遺 由年輕的團隊全部MIT 從聲音 畫面 故事 要賦予諸葛四郎新的生命 華視新聞新聞環境 彭冠霖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